我們今天主題是再會了 阿爸 這個我們首先 先恭喜我們的老朋友四凱 四凱勇奪今年第五十七屆 廣播金鐘獎的教育文化獎 還有教育文化主持人獎 也就是說他的節目的內容也很棒 他作為主持人也都得獎 這是了不起 謝謝 對 我們是做好幾年拿不到 那不過在開心得獎的同時 也因此知道四凱的爸爸 在金鐘獎頒獎典禮的前一天過世 老實講這真的是非常遺憾 那這個據說四凱的這個拿金鐘獎 因為他常常被提名 那麼爸爸生前最大的願望 據說就是能夠看到你上臺頒獎 受獎 是 應該這麼講就是說我第一次拿金鐘獎的時候是在第五十屆 那時候大概是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剛好那一年因為我被外交部這個委任 我們到中美洲去做青傘大使 所以我本人是沒有上臺拿獎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是獎座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爸爸媽媽還很開心的 兩個人拿著一張拿著獎座來合 拍照片傳給我看 就是這樣 所以他心裡面一直覺得說 很驕傲 對 覺得很感謝也很驕傲 但是第二年我又入圍的時候 他們很期盼 可是我沒有得獎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那還好 那接下來的幾年呢 我蠻幸運的 就是說陸陸續續 基本上都有入圍 然後每年爸爸媽媽都會守在那邊 就在看有沒有 有沒有 那有時候就沒有 我媽媽或是我爸爸就是說 他們私底下就會討論說 我覺得今年應該就是他 為什麼沒有他 因為裁判不公 因為這個每年 第一個每年類別也不太相通 那做的內容也不一樣 那對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覺得能被提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特別是廣播 因為廣播沒有畫面嘛 對 所以我心裡是蠻坦然的 可是大概講了第五年吧 那時候我心裡就會想說 對 我都沒有上去拿過 自己沒有上去拿過 所以那種感覺 然後爸爸 以前是爸媽帶領 在家裡帶領 對 對 然後就會再講 然後每一次有朋友來的時候 爸爸總是會很驕傲地把金鐘獎拿出來 之後 你們一起拍照 一起拍照 那親朋好友們也是很開心這樣子 對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 就是因為說 整個把他生病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去年已經也生病的狀況 然後但是去年他還好 狀況比較好 所以在家裡面 然後在家裡面看轉播 但是今年就沒有機會了 過世前爸爸的狀況如何 其實我爸爸他得了攝護腺癌 那大概有 算了一下時間 大概有八年多快九年的一個時間 但是過去他一直處理得蠻好的 那做放療什麼 整個狀況都很好 那到了今年就狀況就不好了 那之前我還會在臉書上分享 可是今年就沒有在分享 就是因為爸爸的狀況一直在住院 所以就一直昏迷嗎 還沒有來回 然後一直到大概到我六月多的時候 醫生已經通知了 他說你爸爸的狀況已經轉移了 他說你轉移到骨頭去的時候 就叫我們說 你要不要考量一下安寧 或是居家安寧 那我們就最後送回家 送回家 對 因為爸爸一直想回家 我們就回家 那他知道你入圍嗎 這件事情有一點神奇 因為我在今年入圍金鐘的時候 因為今年入圍兩個獎 對 所以我回到家的時候 跟爸爸抱的時候 爸爸那時候當下是屬於 就是神智不清的一個狀況 你跟他講話 他是呆滯地看著 然後呢 媽媽跟爸爸講說 世凱今年又入圍金鐘 很棒 兩個獎 然後爸爸就看著我 就這樣一直看著我 然後就開始笑 然後你就突然間覺得說 他精神變得很好 然後他手還會這樣拿起來 躺在床上 手還會這樣拿起來 就跟你笑比個讚 然後我們就整個人就說 我就很開心你知道嗎 比較特殊的狀況是在隔天開始 先前都是屬於半昏迷 先前開始越來越清醒的感覺 然後開始會講話 從幾個字到一句話 等於後來會跟我媽媽對話 然後呢 媽媽就會跟我講說 爸爸好像會好 他的整個狀態就變得很好了 還有一天說 因為他已經臥床了 金鐘獎其實就是馬飛 當時的覺得 當時的覺得會是這樣 然後他其實已經臥床了 可是後來會坐起來 然後也會想要坐起來 那個上廁所 以前都是我們請我們的這個外傭來幫忙 他就說他想要自己坐在那個椅子上 對 我們就覺得很神奇 可是那個已經是使見力氣 我們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說他一直惦記 他就說你拿獎了沒 我就說還沒啦 還沒 還沒講話 他就越來越會講 說本來是一個字 兩個字 到最後變成一句 兩句 然後就會問說你拿獎了沒 然後呢 媽媽就說還沒啦 然後我也跟他講說還沒啦 你不要緊張 不用這個這個平常心看到 我就這樣講 你要跟他講說還沒 但是獎金先發了 然後我哥哥就問我說 反正若違那麼多年沒關係 重點是得獎有沒有獎金 因為醫療費很貴 我就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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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的 但是一直到幾天前 然後呢 他就突然間叫我媽媽說 他要開電視 要開電視 然後本來爸爸的房間 因為他昏迷 裝電視給他幹嘛 沒得看 他就要求要裝電視 還真的幫他裝的電視 他就說要看 然後看了以後 他說轉世凱得獎的那個台 就沒有 就跟他講說沒有 然後就就一直幹什麼 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 你就把心情養好 可是就在得獎的前一天 金鐘獎的前一天 我剛好去台中做工作 去做完演講的時候 很累回到家了以後 突然間就傳到咳咳的訊息 我沒有接到電話 就有點緊張的 因為過去這兩年 只要有這種訊息 你整個人就緊繃 然後一接到電話 就跟我哥打電話說 我哥第一件事說 慢慢來 慢慢來 爸爸剛走了 你慢慢來準備好 你再回家 這樣子喔 然後我就整個人在家裡準備要 買了一個便當要吃 然後聽到這句話 然後眼睛剛好一抬頭 就看到我的禮服準備好的 就掛在那邊 本來想要去 我就想說要去不去 不知道 當下只有一件事情 就狂哭 哭了以後呢 就不管就跟我 執女 執女也在臺北 就聯絡說一起回家 然後收拾以後 就直衝回到家裡面 那回到家裡面呢 因為我們家在新竹的主東 所以等於是從臺北 你搭高鐵回到新竹 還有再轉站的回到家 那哥哥就來接我們 因為不方便 交通方向就來接我們 接我們一直交代 就是說第一個爸爸是八十三歲 算是洗傷 洗傷的話 還有一件事 客家人就是說 多少歲以上算洗傷 好像說是八十歲以上 就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不要哭 不能哭 因為你一哭的話 我們相信 他捨不得走 對 他捨不得走 會讓更痛苦 然後我們因為有宗教信仰 就讓家裡面靜置了八個小時 那這段時間 我們全部四代都在陪他 就是我們就會覺得說 換個角度想 他這麼辛苦了 那麼久的時間 而且他其實在臥床的這兩個月 有好幾次偷偷的 他精神好一點 就跟我哥哥講說 我想走 我想走 可是我們就在討論 他是不是心裡奠念著什麼東西 不能走 讓他一直這樣 因為醫生已經判定說 他就是那兩天了 結果他最後拖了一個多月 而且今年往年入圍到得獎 是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今年特別長 一個多月的時間 然後一直等 等到 那一天我聽媽媽講 媽媽說 爸爸下午的時候 還叫我開電視 我說還沒有 他說得獎了還沒有 他說我要看 他說還沒有啦 然後他就這樣突然間就深呼吸一下 就覺得要有點氣喘 就走了 對 然後就整個狀況就會變成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點反應不及 不過老實講也真的讓他遠離了苦痛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欣慰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士凱應該心情非常的掙扎 就爸爸走 然後金通獎要頒獎典禮 那你到底要不要去呢 對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